很多人都會問我們冷氣到底多久要洗一次 大部分的人都等到夏天開機的時候 發現異陰、不冷、甚至會打噴嚏、過敏 才會想到洗冷氣 接下來我們教大家幾個簡單的檢查步驟 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面板後面的鋁漆片 第二個是百葉後面的封骨 首先先把面板輕輕的打開 上濾網抽出之後 拿出手電筒 燒漆片 但如果裡面發現有煤斑或者是灰塵的話 就代表該做清洗了 重點二 百葉後面的封骨 記得檢查的時候是要在關機的狀態下 我們輕輕的將百葉打開 一樣拿手電筒往裡面照 可以看到後面的封骨 如果卡住很多的棉絮 或者是機體上有很多的煤斑 代表就該做清洗了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冷氣怎樣用才會更省電 室外機是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地方 第一個位置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站的地方是安全的 第二個 洗片 一樣用手電筒罩 看有沒有灰塵卡在上面 把它清洗乾淨 才可以提升運轉的效率 讓你的冷氣更省電 以上就是我們冷氣室內 跟室外機的自我檢查方式 更多的保養冷氣的資訊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下次見囉 掰掰